意大利米兰一家养老院 7号下午发生了火灾 造成了6个人不幸葬身火害 另外有81个人受伤 其中3名伤者的情况危急 已经送往医院急救 事发之后当局已经封锁了养老院 并且在周边拉上了警戒线 禁止民众进入 当地紧急服务部门透露的火事 是从养老院一楼的一个房间开始烧起 而滚滚浓烟弥漫了整个楼层 索性消防员快速地控制住火事 没有进一步地蔓延到其他地方 不过有附近的居民 因为吸入大量的浓烟而感到身体不适 米兰消整局发言人表示 当局还在调查起火原因 不排除是意外造成 不排除是意外造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